尊贵的享受 浪漫的私人空间 明智之选 成就卓越人生 打造城市综合体 时尚生活触手可及 生态空间 品味休闲 健康住宅 都市精品 爱家 才是好男人 王府井 King Square第二期五星酒店级公寓 电话905-888-6788 各位观众晚安 欢迎回到来自个晚间新闻 中港台方面 一架中国自行研制解放军主力战斗轰炸机飞炮 在陕西西岸机场飞行表演的时候聚毁 表演主办单位表示 机上有两名机师 一名跳伞逃生 而两名就失踪 正战开搜救 出事的飞炮轰炸机 低飞表演结束返回地面途中 机头突然垂直下坠 机师由机枪弹射逃生 飞机之后在跑道旁边的沼泽坠位 爆炸起火 距离观众区只有两公里 当局出动消防和救护员 搜救两名机师 举办表演的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 正是一名机师生还送院 另外一名机师就失踪 地面没有人受伤 大会启动紧急机制处理和调查事件 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 在西安浦城苑的机场举办 为期三日 今早早10点开始举行飞行表演 在大约11点的时候发生意外 之后表演继续 ROW TV 雷智雅不道 香港方面 行政长官曾荫权 出席广交会活动后表示 对昨天立法会发生的事件感到痛心 他又表示 同与会的总理温家宝 作礼貌的交谈 行政长官曾荫权 在广州出席广交会开幕仪式 会后他讲到 在立法会同议员争执的事件 昨天在立法会发生的事件 我觉得很痛心和很难过 我觉得香港市民都希望 我们有一个好的 融合的议会的文化 另外也一定不想见到 立法会的常义里面 有些暴力行为 粗暴行为 语言暴力行为 我很相信这件事件 立法会主席会公平公正的处理 而总理温家宝 在广交会开幕式举行前 接见与会嘉宾 曾荫权表示 期间和温家宝进行礼貌交谈 讲到日前他发表的施政报告 温家宝向他讲了祝贺的说话 他又表示 会跟进落实 早前副总理李克强访港时 定下的措施 为港商创造商机 政务司司长林瑞伦表示 尊重主席曾玉成的裁决 强调以本内的言行 及行为暴力升级 是不应该顾食 为什么一个民望这么低的局长 你委任他做政务司司长 公然与全香港市民为敌 你解释给我看 你没有答到 清楚的 这些事情根本就好像 实际是烂仔所为 不单是说粗暴 你看 现在已经不是黑社会地方 黄先生 你还发生什么事 黄毓民议员 梁国宏议员 你两位的行为 已经使我们这个答问会 无法指顺利进行 我要求你两位 现在立即离开会议厅 以上的一幕 政务司司长林瑞伦英贵 反映议会暴力文化升级 所以要制止 这个议会文化 是过去好几年 一直那个言语 和动作的暴力都升级 这个是市民有目共睹的 而我们确实是要指着 一个这样的趋势 不应该是姑息一个 不尊重庄重议会文化的行为 他表示 尊重立法会主席 曾六成的助理手法 我相信昨天立法会主席 他已经就特首的言论 做了裁决 我们尊重那个裁决 至于我们会不会去信 立法会来到 表达我们的关注 我们稍后会有决定 林瑞伦因为 官员是立法会的客人 在议事规则内 应该和议员受到相同待遇 双方应该互相尊重 立法会秘书长吴文华 就近日 新立法会大楼的采访安排 会见记者 记者表示 被保安员阻留采访 吴文华对保安的处理感到失望 认为采访的安排 可以再商讨 星期四 行政长官曾蔭权 出席立法会 达文大会期间 在示威区 有摄影记者 不满保安员阻留他们采访 上前理论 也有保安员 用身体阻挡摄影机镜头 至于下一楼会议厅外 同样有记者 因为采访安排 和保安员理论 当日所见 记者要逼在走廊一边采访 新立法会大楼 启用没多久 传媒多次投诉 安排了外记者采访 因应记者的投诉 立法会秘书长吴文华会见记者 了解在新大楼采访遇到的问题 不少记者都投诉 带楼保安的做法 计协也有派代表到场 虚信主席曾六成 批证保安员阻留记者采访 包括阻碍记者走近示威区 另外 大会安排的采访区内摆放的麦架 和记者相距甚远 都影响采访工作 要求作出改善 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表示 动用120亿元 在九龙东兴建单轨铁路 造价昂贵 需要公司仍合作发展 包括考虑邀请港铁 以发展上概物业模式 兴建铁路 估计车厂上概 会发展500万平方尺的双柱楼面 政府要发展九龙东 初步救私 用一条单轨环保铁路 连续齐德新发展区 至九龙湾以及观塘 单单去年的成本来计 造价就高达120亿 政府承认定价高 所以公司仍合作会比较好 政府又在齐德 找了车厂的兴建位置 估计车厂上概 可以发展500万平方尺的楼面面积 当中包括娱乐 商业 酒店以及住宅等等的多项建设 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表示 现时首要是要咨询市民的意见 究竟想不想发展这条环保铁路 然后再决定兴建以及营运安排 政府重申 会继续在中环一带 找地方建甲级商下 巩固核心商业区 例如会坚持政府总部 西座腾空之后 可兴建20多层的甲级商下 至于林氏佳以及美尼道的公共停车场 以及港澳码头旁边 中港道一带都会交给市场发展写字楼 ROW TV 雷战友报道 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在下海回来会有体育和天气消息 欧洲国家杯外围赛富加赛完成抽签 有8队球队争夺如下的4个决赛周值位 其中葡萄牙会面对波斯尼亚 两个在南非世界杯欧洲区外围赛富加赛 也曾交锋 当时由葡萄牙胜出 另外土耳其会多克罗地亚 捷克还面对克山 爱尔兰的对手将会在爱沙尼亚 第一回合在下个月11号和12号举行 到15号踢次回合 欧洲组协12月2号 会在主办国之一的乌克兰首都 基辅为取得决赛周入场卷的16队球队 进行分走抽签 牵膜战就会在明年的6月8号 在另一个主办国波兰举行 接着网球方面 上海网球大司赛 3号总指西班牙的肺辣 在8强2盘数2比1 反胜10号总指美国的乐迪克 晋级4强 费拿第一局有多次失误 打至决胜局输小分5-7 但他第二局两度破法 赢6-2翻成平手 去到第三局 相放正词激烈 打成6-6平手 结果费拿在决胜局 赢4分7-2锁定胜局 MLB贵后赛方面 美联冠军赛第五场 抵律律老虎主场迎战德州游骑兵 老虎的外野手 邮文英 单场击出两个传旅打 再加上老虎的投手 Justin Verlander 表现出色 带领老虎以7-5 击败游骑兵 免于淘汰命运 而是列赛的最后两战 将会返回德州巨行 虽然输球 但是游骑兵 仍然在七战四胜制的 美联冠军系列赛中 以三胜二败 迎战老虎 接着看多伦多的天气 现时室外温度有12度 今晚有四成机会会下雨 最低温度会跌至10度 并吹每小时7公里的西北风 再看看多伦多 未来五天的天气预测 接着是本国 各主要城市明天的天气状况 正在台北举行的世界设计展 展示出来自世界各地设计师的创意作品 特别吸引人的 下大部分的设计都是非常贴近生活 接着来会带大家看一个 针对上班一族的得意设计 作为上班一族 每日锻炼的时间都很有限 所以就有设计师 特别为上班一族 设计了将打卡机 放在这块攀岩墙的最高 职员每日上班 为了打卡 就要必须亲自爬上去 从而达到锻炼的目的 在今次的设计展中 还有很多设计 都是跟生活息息相关 好像这粒心形的小设计 大家又猜不猜到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再带大家去提一个 基酸时间的特殊方法 那这个年龄呢 它一开始最简单的发想就是 年龄相对就是呈现的是一个日期 是一个时间 那时间我们常常会是用 你现在时间有多长 时间有多久 来表达了一个时间的长度 所以说时间就变成了一条尺 那一公分就等于是一天 那一天过后之后就把它撕掉 就象征着时间流逝之后 再也无法复返 ROW TV 雷晋鱼不道 今天的晚间新闻报导完毕 多谢大家收看 再会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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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